剛剛我們玩的是自動的對不對 程式執行的就自己閃閃閃 現在不要,現在要玩互動的 那玩互動的呢 這也是Webduino的優點 所以你可以先來這邊 記得要先停止一下 因為你如果沒有停止 沒有辦法用 你找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燒杯 那你看到燒杯就知道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做實驗了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但是我剛好強調 就是如果你在執行中的話 程式在執行中有沒有發現這裡不能按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先停止 那我把燒杯按下去 你會發現多一個互動區跑出來 你可以在上面這裡 先把它稍微移開 有沒有,這個面板可以移開 或者你要移動這個模擬器也可以 反正把它稍微移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內建的幾種 就是互動的方式 互動的方式 我們現在要的是點擊燈泡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燈泡就跑出來了 所以你剛剛看我們那個demo 不是,我再點一下 對不對 從電腦裡面控制燈 就像這樣子 好,那你找到這個之後 你順便看一下 其實這一塊就是網頁了 這一塊就是網頁的層次 你找一下左手邊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網頁互動 所以今天 你如果想要控制我們 右手邊這個叫做網頁互動的方法 你就要找這裡的基目 這樣了解嗎 這裡控制網頁 上面的控制是什麼 真正的LED燈 真正的硬體 上面是控制那個開發板 真正的硬體 了解 下面呢 就是控制右手邊那邊的 所以我現在就找 顯示燈泡 點擊燈泡這裡 有沒有 這個互動方式 可以用的互動的基目 通通都在這裡 通通都在這裡 那我剛剛呢 我們這個閃爍 我先把它丟掉 沒有不用了 我不需要直接閃爍 我只要保留開發板 跟它的腳位就好 那你要丟掉怎麼丟 三種方法 按Deleteer最快 丟到左手邊也可以 有沒有 丟到左手邊 當然如果你很堅持 一定要看到垃圾桶打開 你可以丟到右下角 垃圾桶會打開 這樣了解 這三種方法都可以 那我現在呢 找到這個點擊燈泡 也就是說 我現在要設定互動 就是當我按下這個燈泡 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找到點擊燈泡 這裡把它下來放開 好 做了燈泡 按一下之後 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真正的LED燈 是不是要打開 第二個 我們這張圖片 可不可以換成亮的那張圖片 可以嗎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那種燈 就是牆壁的那個開關啊 它如果沒有開的時候 會有一個小的橘燈在那裡 然後開燈之後 那個橘燈就收起來 真正的燈打開 等到你關燈的時候 燈關掉 那個小橘燈就亮起來 是不是一樣的概念 我今天 按了這個之後 除了把真正的燈打開 我可不可以把這張圖片換成亮的 這樣視覺上看得比較清楚 當我現在亮起來之後 我再按一下 就把它換回現在這一張 燈把它關掉 是做兩件事情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你從這裡控制的 可以做遺景 就是控制這裡的 有沒有看到一道燈泡狀態切換 把它拿進來 把它拿進來 當我現在執行的時候 燈不會亮 但是燈泡有沒有在換 有沒有 按一下是換一張圖 按一下是換一張圖 可是你看看你真正的燈會不會亮 還不會亮嗎 因為這裡沒有辦法控制這裡啊 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積木的話 左下角這裡 是不是控制 這邊的互動區而已 控制燈的 是不是要用上面這裡 LED燈呢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找一下 LED燈 有沒有也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狀態切換就是 亮就變暗暗就變亮吧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拉上來 把它 順序沒什麼差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很快 所以你擺上擺下都可以 好 但是記得喔 你丟進來的程式是不是有改變 你要停止執行 再執行一次 OK 現在 各位 就不要客氣了 當我在這裡 按下去 請問你的燈有沒有亮 這樣是不是同時做兩件事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請問這樣你會開關燈的嗎 不要懷疑 剛剛老師 有把手機拿出來 請你按一下上面這裡 有沒有產生QR Code 上面這裡 手機拿出來 欸 少你自己的不要少我的 呵呵呵 你看看你手機上會看到什麼 你自己掃描一下 有沒有看到 你行動專制站有出現一個燈泡 請問站有沒有比較療癒一點 有齁 你就自己點點看了 對不對 這樣有感覺了 因為他的這個 網頁互動區就是 我們的網頁 所以你顯示在 手機上呢 就是看到那個網頁 不是看到整個 程式 這樣有了解的嗎 現在呢 我願意讓你掃我的 來 你來掃描我的 你來點點看 你來點點看 好 請你點點看 請問 燈有沒有在亮 但是你們會發現 因為你們三個同時做完 到底誰按的有用 來你們兩個先不要按 你生意 所以他的有用 有了沒有 來你按看看 有沒有發現他的沒有作用 你按看看 沒有作用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問為什麼 先搶先贏 錯 有些時候是後來才會贏 為什麼 因為他最後一個掃描 他卡手卡板 那最後一個來的 取得控制權 了解嗎 因為他是最後發號施令的 所以由他取得 那你今天如果 我要給你們三個都一起用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看一下 我的程式要修正一下 你看我們的開發板後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協同控制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微博電腦可以怎麼樣 一對一 可不可以多對一 可不可以一對多 可以 但是呢 那預設他是一次只能控制一個 所以如果你把後面這個勾起來 就代表我允許你多個人一起用 那現在呢 我重新執行 重新掃 來 QR Code會變喔 所以要麻煩你重新掃一下QR Code 你們現在來看看 反正我們人掃就可以玩這種 人多這樣就很難玩 好 文稱都OK了 你的 你再點點看 有沒有還可以用 來 換你進來 你點點看 有 你再點點看 沒有了 有了喔 你再去看看 沒有 有 對不對 所以這樣是多個人都還可以用 這樣了解那個差別的 所以只是說他預設的話 是一次一個 除非你把這個勾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別人進來 我還是可以提供服務給他 所以這個就是 Web電腦好用的地方 他的互動 不是只能 就是 那麼單純 那你這些東西 如果你會寫網頁的話 把這個 這一塊 就可以客製化 變成你自己寫的網頁 或你的專題 或你要真正做的 實作的東西 我不要給人家看到這些東西 了解嗎 我可以搭配其他的資訊 就把這些東西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了解一下 你可以這樣玩 這樣不算嗎 不錯啦 好 OK